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来到台版天堂M10月最后一周的更新内容 因为这一周的更新内容台版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以台版这边为主了 那这一支影片我会把重点放在这一周的礼包购买方式 更新资讯第1个 虚空的寺院就是跨国地图的boss 吉尔塔斯平衡性调整 这个我大胆的推测啊 他是把boss的强度跟血量大幅提高了 然后下面第2个就是下列副本使用时间结束时会 直接回到各副本的等待场所 有魔族之地金智琴神塔支配之塔梦叶之岛海贼岛还有混沌的蚂蚁洞穴 另外看一下这个礼拜的移民是暂停的 好上面活动的话我们简单看一下田南瓜庆典 田南瓜庆典就是万圣节活动有一个礼拜时间 它里面就是冲装活动 那这边特别提醒大家一下这次的收集品也是现实的 他到11月27号 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花太多资源去搞他的 真的要点的话顶多把第1个HP100跟经验值2%给拿到手 你与其点这个会回收的不如去把它换成上面这些基本的物资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礼包的部分 第1个格力特的补给箱这是新篇章伺服器的 我们就先跳过 那我们就直接先看第3个 南瓜糖果的礼物组合包1500赚一包总共可以买10个 它的重点在于全部买完之后可以保底获得一个南瓜糖果蓝圣物卡 这个圣物卡的卡持有防御1 远距离回避加1 体质加1还有魔法伤害加1 这个月换档为成长药水 如果你真的想要买这个组合包的话要怎么买才有CP值 这个组合包一包2000赚 总共可以买8次 所以全买完的话就是 16000赚 会获得240个成长药水再加上16个最高级卡包制作券 24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买完这边你会觉得10000赚赚有点贵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奇亚他的成长药水 他的第1周制作里面会有一个骑士范德的特别制作组合包 他需要使用22个药水 一个账号可以做16次 那里面会给你最高级材货选择箱 三箱 还有一个特别的制作证书 然后这个材货选择箱里面可以选择 一个卡包制作券或者是三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再来骑士范德的制作证书 他可以兑换的东西有神秘的圣物卡稀有的 还有红变保底点数跟紫变保底点数 还有爱比诺稀有变身卡箱 流浪马戏团的稀有变身卡箱 还可以几率制作黑兔少女 还有黑色曼波兔 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的礼包要怎么买 请看 骑士范德成长药水组合包全买完8包16000赚 里面会获得240个成长药水加16包最高级卡包 再加24个综合硬币箱 然后你再把240个药水去制作骑士范德特别制作组合包 他可以做10个 里面会获得30个最高级材货选择箱 还有10个骑士范德特别制作证书 然后你把最高级材货选择箱去选择综合硬币 还有骑士范德证书去选择红卡保底 你会获得90个综合硬币箱 还有20点综合保底点数 总结就是你花费16000赚可以获得114个综合硬币箱 还有16包最高级卡包 还有红卡一张跟成长药水20个 单看一个礼包可能不觉得有多划算 但是你整个把他一条龙换算下来的话 其实他的CP值还算是蛮高的 如果你还有缺硬币或者想要抽卡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制作方式啦 好啦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